機場空蕩蕩 不少國際航班取消免稅店 伴手禮餐廳通通沒客人 好幾營運慘受疫情衝擊 業績不到原先一半 交通部接下來要推紓困3.0 優先補助機場免稅店 受影響的衝擊還是很大的 跟觀光還有交通有關的產業 我們有在評估跟規劃 所謂紓困3.0 交通部在加碼 即紓困1.0 人才補助32億 2.0加碼的培訓薪資補貼89億 現在推出3.0 日記紓困機場免稅店 觀光飯店 以及經營國際旅客的旅行社 規劃7到9月上路 出國能有2000多家業者社會 11月起也將推動精緻旅遊 為未來加強國外觀光客 做好準備 比如針對日本客韓國客 還有這些東協有關國家 都能夠客製化的提供 更優質深度的精緻旅行 世界其他國家 其實都已經陸續的開放 因為這事實上有一個現實的經濟上的因素 那麼所以我們要應徵到11月才要去做一些 局部的開放的話 可能對很多這個 做國際觀光的這一塊的旅行社 他應該撐不下去 不過旅行社業者擔心近一年沒收入 真的很難熬 另外航空產業同樣陷入寒冬 從2月10號開始 兩岸航線只剩上海浦東 廈門 北京跟成都 交通部嚴厲爭取 多開深圳 重慶 青島 寧波 廣州 長沙六航線先從客機在貨開始 第二階段在全面開放 雖然疫情趨緩 交通部拋出紓困與振興政策 但在細則還沒有出來之前 相關業者們 仍無法樂觀看待 接著前進來 新鮮魚SH小組 台北報導